跟记者都累坏了 傍晚他跟重庆市委书记 袁家军见面将要品尝 呛辣川菜 在重庆参观三峡博物馆 前总统马一九看得专注 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 头不小心撞到玻璃 痛得一声撞得结实 把导览员吓了一跳 忍不住笑了出来 马一九这次行程有多铁 二号在长沙一大早晨跑 接着座谈下午参访两间企业 去湖南卫视录节目 晚上逛夜市 隔天早班机飞重庆 下午连塞三个行程 十二天走访五大城市 从早到晚排满满 随行记者赶着过安检 通通累翻 这一次马前总统的行程 可以说是相当的赶 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 而且都是分队行动 为了赶上他的行程 每个人都是人阳马翻 他应该比我们这些年轻人 体力都还好 二十几岁了都觉得很累 他所到之处展现超人气 去长沙夜市逛街民众 见到野生马英九一涌上前 拿出手机拍照 马英九好 马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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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很挤了夜市 寸步难行 人群贴近 让随护绷紧神经 看到乡亲如此热情 马英九笑开怀 一路握手开心回应 向走星光大道 巴士离开时 路口挤满人潮 有人欢送大明星 傍晚马英九和重庆市委书记 袁家军会面 再度展现马世幽默 61岁的袁家军出身 军工系 有航天少帅之称 曾任大陆赞人航天工程 飞船系统总指挥 和浙江市委书记 两人相见欢 晚上马英九将品尝川菜 体会到底呛辣滋味 记者林信仙 严佩宇 重庆采访报道